独孤皇后正在热过 不少人都在追剧 相信这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 该剧中陈强恩饰演的独孤皇后 与陈晓饰演的杨坚是一对夫妻 俗话说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这里该改成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独孤家罗与杨坚一起相扶相助披荆斩棘 走过了多少坦可之路 最后开辟了新王朝 真是女人也不能小去呀 独孤家罗是由台湾著名演员陈强恩饰演 陈强恩1979年出生 演过多部电视剧 如笑傲江湖 王子变青蛙等 也是为实力派演员 陈强恩将独孤家罗演绎的也十分的有血有肉 独孤家罗的美战且不说 仅独孤家罗的智慧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实在令人轻沸 有一段皇上与文忧让杨坚去守晋城 独孤家罗听了 就猜出了是皇帝有意未知 而却说杨坚 无奈杨坚不信 坚持去守了晋城 独孤家罗随后又计划好赶往晋城就杨坚 这才解了晋城之为 独孤家罗这般的聪明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比的 在这过程中表现的心思整命也是让人想不到的 不愧是金国英雄 说到独孤家罗 在这不得不提一下他的老公杨坚了 杨坚由著名演员陈晓饰演 陈晓曾饰演过不少电视剧 也是个实力派演员 还记得他与孙力搭档的那年花开月正元 还有陆珍传奇 星百神雕侠侣等 陈晓饰演的杨坚真的是一个谦谦君子 还有对爱情的那种执着 喜欢了就是喜欢了 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还有一个大度忍耐之心 在皇帝咄咄逼人之下 他仍然选择忍让 为求家人安全 选择忍耐 杨坚也是一个有拥有谋之人 记得有一次战役 是去耕打北国 结果最后是秦贼先秦王 没费多大力就取得了胜利 还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机缘 独孤家罗与杨坚是一对绝配夫妻 杨坚不然的有缘有谋 可还是不如独孤家罗的聪明 智慧 心思细腻 有多少次坦可坤南都是家罗出谋划策 从而走出困境 所以说女人也是不能小觑的 独孤皇后极美貌 聪慧于一体 又不失激谨 细心 正是由于独孤皇后的这些优点 才奠定了她成为艺朵之后的基础 成为了杨坚的贤魅主 使杨坚成为了隋朝的泰国皇帝 成就了一代帝王 你喜欢这样的独孤皇后吗 她身上聚集了许多女人没有的优点 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贤魅主 也许正是有了那么多天赫 才使得她身上的闪光点被发掘出来吧 您看我有不同观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记得关注哦